我们两个在一起三年多了 我没少做受累不讨好的事 真不知道欠他什么了 给他办事还要唠一身埋怨 一个大男人 能不能大度一点 别没事就叽叽歪歪的 两个人在一起 男生多做一点 不是应该的吗 你还说我 你看你自己 做事大了咧咧的 每天把自己打扮 跟个男孩似的 外面用筹比我还多 一点女孩样都没有 穿着打扮是我的自由 青春就是这么几年 在外面应酬也是工作需要 我也不愿意 你能不能别这么管着我 这么小心眼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薇24岁 来自吉林各体 来 有请小薇 有请 女嘉宾小宁24岁 同样来自吉林各体 来 有请小宁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欢迎两位啊 欢迎 哎 笑你的头发啊 今年流行这个是吧 就是这样啊 好好好 咋啦 因为剪头闹到这儿来了是吗 不会吧 有一部分原因 真有啊 就是认识八年相处三年 同学是吗 不是同学 就是在外面玩二十四 你看你今年二十四嘛 嗯 八年前你倒十 八年前十六岁 我也在上学啊 因为我我上学是在那个吉林那个长春上学 就是离开老家了 然后来到那个地方上学 就平常总跟朋友一起出去玩 然后就认识他了 然后就就一直保持着联系 啊 交往几年啊 交往三年 交往三年 对 头两年大吵小吵也有 就是反正吧 小吵小闹都能过去 也没寻思 就是说分手啊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但是最近一年 越吵越厉害 也不知道怎么 就是自己解决不了了 寻思想寻求一下各位老师 为什么吵 他特别懒 家里边屋子也不熟 其实就不是脏 相处 就是我没有 我没有把东西摆放了很整齐 我还没吃完呢 那你说 相处这三年 头两年就是 刚开始是他追的我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家养了两只猫 是代替朋友养的 过去的时候 还能帮我搓搓猫杀呀什么的 手指手指护 半个月之后 出上对象了 这可都好了 不手指了 啥都不手指了 去他家也是 我给他手指护 我给他洗衣服 给他做饭 他做饭也不贵 是 洗衣服是我洗的好吗 是 洗完了不亮 放洗衣机里边怼着 全自动力谁不会啊 我也会 有手就能按 但是你都连你的衣服 都不放在洗衣机里啊 就是 我不放 但是我碟上啊 我也没让你撇的 撇片的 我帮你收拾物 地下有根头发都不行 自己不收拾也那么低了 不是 就是 其实这些事都可以沟通 大家都可以 就是互相迁就嘛 我觉得 迁就那你为什么非挑刺呢 我还帮你收拾 你还挑我刺 我没有挑刺 我就是告诉你 这件事应该怎么做 那你会做 你不做 你让我做 好尴尬呀 他嘴就这么厉害啊 对啊 他就平常吵架的时候也是这样 你吵不过他 对 我吵不过他 因为我是 我是起头起得比较坏 因为我俩 性格其实脾气都挺激的 人家起完头 人家就不知声了 对啊 我发气完了我就好了呀 完了 然后他是越吵越厉害 然后就自己可能 一直在说 我不说我还憋着 我做的事也多啊 我还不让我唠唠唠唠唠 对啊 然后我就 我就为了避免 我们两个可能会吵得 更加严重的 所以我就尽量就不说了 你说什么你说我 然后我就装听见 这个你对他的这个 打扮什么满意吗 为啥不累跟他出去玩 那啥 你看着头发 我俩像亲兄弟 我亲兄弟 夏老师别不脸 就不说远的说近的 刚才在后代化妆的时候 刚才是 我还以为你领弟弟来的 高跟鞋第一次穿吧 其实我也可以打扮成这样 但是我只是觉得 我平常穿那些衣服 或者是平底鞋呀 或者是就运动衫啊 不舒服呀 就平常不工作的时候 就连装子不穿 还说工作呢 是 真是不工作 天天给大家躺着穿睡衣 没有 他不工作啊 不工作 如果大学毕业 给他找好一份工作 也不工作 那啥 那是之前 这是高的进不去 低的选政钱少 不累去 人家有学历 什么学历啊 人家是文化人 你是大学毕业生 我不是 哦 男生你什么学历 我初中毕业 你呢 我大学本科 也没有太高的学历 你看你说话酸酸的 不带这样的 他总挑 他总说我没文化 我说话操理不操 这是很脆的 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我觉得你的话说得很轻 我现在就是 反正不电之后 就是在酒吧工作 哦 你在酒吧工作 那你呢 我 我一开始我毕业了之后 我确实没找工作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就是 后来找我 因为已经毕业了 而且已经有男朋友了 再花家里的钱 好像不太好 花我的 我也不是花你的 我也跟你说 让你帮我找工作的吧 然后后来我就去 这不工作还好 一工作去酒吧 我俩不是一个人家吧 因为我喜欢唱歌嘛 我喜欢这个 他先唱完了 那你说 跟朋友 我说着呢 那你说吧 他先唱完了 跟朋友出去吃饭 又出去唱歌什么的 往我说去接他回家 他还不用我 说你出来干啥不方便 我说跟谁方便 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 都能带着他 就我俩出去 像他的朋友 我一个都不认识 这是为啥 我觉得他主要生气的 就是我跟我的 就是闺蜜吧 出去玩 然后不把他们介绍给他 我心里的想法就是 可能他们的男朋友 就是要不就是公务员啊 或者是当兵的啊 或者是那种 或者是就做生意的 那种感觉 就是然后我 他一直是领我出去 没有面子 倒也不是 我是觉得 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 把你介绍给我的 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而且我们在一起 他们也都不带男朋友出去 就是我们说一些 比较私房的话 比如说有男的在场 好像就说不出来 哎呀 行吧 你那会儿追他是喜欢他什么呀 就是一是 不追了两年吗 对 就是觉得他那个性格挺好的 然后其实外形也不差 就不能说好但是也不差 然后对朋友真的就是挺仗义的 然后特别关心 但是出的像跟当朋友 结果就完全就是两回事 我觉得 你跟朋友比也挺搭的 那不一样 出去吃饭花钱那家伙的 可能我从小我就这样 我出去请我朋友吃饭 花钱就不让 不是说你请你朋友吃饭 花钱不让 我是觉得有一些钱 没有必要花 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女生都比较节俭是吗 你也 他不节俭 他自己不节俭 对我这块节俭 其实我之前就完全没有 省钱的这个概念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想 就想定下来 想跟他结婚 然后追起来 那你跟他说过这想法吗 我们总说啊 但是就能结不剩 是因为可能就是对他 也没有特别过分的要求 就想说结婚想有个住的地方 有个安稳的地方 我也不是说不买了 但是现在咱俩的条件 不是买不起吗 我也不是说不攒钱 你是你省钱 全都省到我的了 你也不能攒钱 我从小到大 我爸我妈都没亏过我吃 但是没亏过我串 行 哭完再说 在这把自己的心里话 都说出来是最好的 啊 开始委屈了 男生数落了半场都没委屈 你说结婚这个话题 怎么就委屈了呢 啊 其实有些话 我不想跟他说 因为我也怕他伤到的心 你怕伤害他 对啊 怎么了 我不能说我家里条件挺好的 但是就从来 我不会考虑生活上这些东西 然后突然要面临这个问题 可能现在就是 他的工作就是特别不稳定 而且可能如果不是有他的话 我大学毕业 我可能就回老家了 而且我可能生活的比现在 只是说可能吧 肯定会比现在更顺利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想要一个婚房 然后他就是一直都没有 跟我特别多的表示 其实我父母这边给我的压力也挺大的 他觉得 如果勉强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降低我现在的生活标准 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 是说你已经跟父母也说过想嫁给这个小伙子了 反正他还总催我 反正他还总挺向着家里边 就是意思是没有婚房 就是其实现在我 其实是想分手的意思我感觉 就是省钱省得有点过分 可能也是因为咱们两个都没有稳定的收入 而且你说 比如说就这个酒吧哪天黄了 你就失业了 你明白吗 你能干嘛呀 我可以去别的酒吧呀 你在酒吧能待一辈子吗 我问你 你在酒吧干什么呀 调酒啊还是做歌手啊 做歌手 酒吧住演是吗 女生现在在酒吧也唱歌是吗 对 我唱歌 她现在就是属于不干了 生活压力很大是吗 女生觉得 对呀 而且我也可以跟她一起 就是攒钱买房子 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无能为力 你觉得吗 就是而且我爸我妈也说了 就是可以给你钱投资创业 她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 就让我觉得她不上级 就可能 就你觉得看不到希望跟她在一起 对啊 看 男生怎么考虑的未来 你跟他聊过吗 你跟他说呀 他从来都不跟我说这件事 他觉得 他家里条件挺好的 我感觉就是我跟他说 我显得我特别自卑 我自己心里边想着也就得了 但是就说实话我学历也不高 我除了酒吧这个工作就是挣钱还挺快的 别的工作朝九晚五的还挺累的 现在趁年轻行得多 干两年能干的工作多攒点钱 以后反正现在也在慢慢考虑 也不是说一点都没考虑 这么大了也不是未让心 其实等于一场恋爱谈的 让两个人要面对生活了是吧 对 过去你也没想那么多说 我的未来是什么样 我不考虑 我唱着就行 对不对 我有工作 一人吃饱全家不愁是吧 女生过去是家里的小姐 一场恋爱也谈得要认清生活是什么了 是吧 是啊 除了爱情 除了风花雪夜 还有非常现实的面包是吧 这就都活得落地了 一落地反而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刚才上来以后 用很抱怨的方式 抱怨了她很多 你告诉我一句心里话 你还爱她吗 不爱她能来这儿吗 不爱她能来 那你爱她什么呢 哪都挺喜欢的 女生你还爱她吗 我可能 我可能爱 但是应该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爱 我是一个就是很难改变 很难去适应新生活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当年 自己一个人来 就是从老家去外地上学 所有的朋友都要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联系了 所有的朋友都要开始重新交接 然后等到遇见了她 我就觉得 就是还挺聊得来的 然后她还特别开玩笑 然后她就没事就说 咱俩出的像啊 就是你也没有男朋友 我也没有女朋友 那俩就出的像吧 那可能 就慢慢地潜移默化了 我脑子里就可能会 想要试着跟她在一起 然后 然后就在一起了这么 三年说长不长说冷不冷 最美好的时光 其实都在 其实都在她身上了 我就觉得 我也不想 你看到 这段恋爱谈得还挺苦涩 下面该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来 夏老师 男生一上来 你知道你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吗 步步紧逼 一脸显起 就是对你对面的 你的女朋友 我一丁点 我可能就是 心口不一吧 我一丁点都感受不到 她是你的女朋友 是你的爱人 你知道 你们两个人 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只看得到 对方身上的缺点 看不到对方身上的优点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可以吵 可以撕 但是不可以恶语相向 你知道 往往伤害我们的 不是说 身边那些冷漠的人 而是最亲近的 枕边人的恶意相向 就是如果你的 每句话里面 都是话中带刺的话 你让她 怎么能感受到 你对她的爱呢 所以我觉得 你们两个人 现在就像 要在一个身上拔刺 这个是很痛的 可是这个刺 扎得深了以后 它欠进你的身体里以后 它本身就是一个义务 到底爱不爱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你都已经用 可能这个词了 那是什么样的感情 你应该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就是 拔刺的一个过程 如果都放开了 是不是对彼此都好 如果要在一起的话 就好好吵架 多为对方着想 不要太把自己的 个人利益放大化 谢谢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陈总 男孩刚才说了一句话 叫心口不一 我认同 你能告诉我一句话 到底你们俩谁追谁吗 他追我 女孩说了一个细节 你时不时都会跟他说 怎么咱促出对象呢 你其实是早已经喜欢他的 我相信他心里 其实也是清楚 但是他刚才说 是我主动追的你 他给你面子 你上来好像你的语言上 很占上风 通常你生活当中 也是他起一头 马上你就会 步步紧逼你赢了 但你到底想掩饰什么呢 你想说明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你的心里 是觉得有点 配不上 甭管从学历 从他想象的未来 你能不能给 你是没有信心的 但是这种没有信心 你没有表现出 我更努力地去工作 我会更加地好 照顾你 我不会有怨言 因为我想 做到你想要的那些 想做到你 我想要的那个人 但你没有去这么做 你内心是底气不足的 而你所有的不去做 反而在一些语言上细节上 去打击她 就会给这个女孩 带来极大的不安全感 她身上有问题 你身上同样也存在 为什么你知道 可以做得更好 你为什么不做 你心里有没有一点偷懒 其实如果说 你们两个对彼此 都是有感情 不愿意去割水 为未来 那真是一定要 靠某一个人去实现吗 为什么不能 共同去实现 你也要上进起来 否则你的不上进 反而拖来了他 如果你们都 彼此上进的话 我相信未来 一定会不一样 先做好自己 让自己值得对方去爱 两个人互相相爱的话 才能积极向上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来 福老师 有一句话很好 喜欢有的时候 是一种放肆 但是爱 其实是一种克制 你心里 是多多少少 有些觉得 这个男人是拿不出手的 你承认吗 应该是吧 就是可以这么理解 你哭得那么伤心 是因为你们将来 可能的不安全的生活吗 在我看来不是 你哭得那么伤心 其实你心里 在告诉自己 我是一个 娇生惯养的女生 我为你已经 落魄如此 那么将来 难道你不应该 给我一点安全感 你想做 想其成 但问题是不是这样 所有的爱情生活 婚姻生活 都要靠双方的努力 没有谁说 我已经下架了 所以你 应该对我怎样怎样 所以你那个眼泪 其实不是生活 心酸的眼泪 而是你自认为 委屈的眼泪 所以你没有多爱 事实上 在今天的聊天过程当中 我也没有感觉到 你付出了什么 或者为他付出了什么 家务活是人家在干 生活当中 主要的支出 是人家在出 钱还交给你 你自己也就在酒吧里面 唱唱歌 也不是说以死而谋生 所以你既然没有 对生活有所付出 没有对别人有所付出 你有什么资格 来要求别人 又或者说 你有什么资格 为自己将来的生活 掉下眼泪呢 而至于男生的话 你真的想娶他吗 也未必 你要真想娶他 不管自己的学历 有多低 你都应该出来 找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不管现在买得起房 还是买不起房 至少从现在开始 有所规划 但是你也没有 所以在我看来 只不过是两个 截然不同的人 在酒吧那个消遣的地方 遇上了彼此 有了一抹生活当中 彼此相应的 相处的生活方式 仅此而已 就这样 有些东西是跨不过去 我觉得跟爱情没有关系 与爱无关 那句话说 爱情可以战胜一切 你知道了生活 你发现这句话 其实是个谎言 爱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相爱 但是回归到生活 回归到婚姻的时候 你想跨越很多东西 就变得特别特别地难 其实你们看 如果不谈结婚这件事 我相信你们俩 打打闹闹还挺恩爱的吧 对 是吧 挺好的 你看 只要不说结婚 你们俩打打闹闹 一定还很恩爱 但是真的要回归到 结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们突然发现不对了 女生突然发现说 她能给我幸福的生活吗 这个男人能稳定吗 未来有一天 我要给她生孩子 我的孩子也跟我们一起 过这样漂泊的生活吗 为什么我的其他的姐们 就能找一个相对稳定的男人 而我就不能 男生可能在这个岁数的时候 还没考虑那么多 其实这问题你考虑一下 也挺残酷和严峻的 所以未来她要给我生娃 万一我这个酒吧倒了 或者我的嗓子倒了 我的第二个谋生手段再来 我恰恰是觉得因为面对现实 因为你们认真地想要面对 现实的时候 所以你们爱情当中的 那个现实部分的 落地部分的东西 矛盾全都出来了 不要记恨你 不管对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都给一个充分的理解 希望你们能好 前提是理解对方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真情60秒 就是我还是想说 就是这个房子 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太大 如果说想结婚的话 结婚完两年 再买房子也是可以的 我还是就是 不怎么想离开你 毕竟认识八年了嘛 就算没有感情 也有亲情吧 其实我想要的也只是一个 可能就简单的 你的一个承诺 或者怎么样都好 你告诉给我听啊 对吧 嗯 写亮灯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她点击的深爱的微 相识八年 相恋三年 面对婚姻的时候 似乎是一套房子 要把这段情感砸开 但是真的把这段情感 放在显微镜下看的时候 我们会观察出不同的问题 这对年轻人 最后会做何选择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请拿出你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视频 看边聊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 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拍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 请亮灯 谢谢你们 祝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